一拜 一拜 再拜 痛苦 第一場 開地平安 一拜 一拜 再拜 痛苦 第二場 動苦 順利 總統 其實也非常重視 我們國軍官兵 在一切的工作環境 生活取締真正 有關我們國防 建局的所有的一些後備的工作 那麼 再多次提取了我們 我們部長的報告 因此呢特別指示 要成立推動 新安專案 那麼這個新安專案 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改善 我們國軍的工作環境 從此呢也要能夠逐步的 做實 照顧我們國軍官兵的 生活的目標 去年總統 休息之後 首次曾經前往 花蓮 加征經濟 施導的時候 就已經特別提到 他推動出的 就是希望 我們的軍隊成為 未來習近平成的人才的 一個重要的 重要的 增壓現象 那麼 為了落實總統的理念 我看到 過去一年來 政府 部門也在 積極地推動 我們有關的 國防 維新的工作 不管是 調整 我們的軍事戰略 或者是 緩發 個人的 新資裝備 以及 我們的 坐在訓練 還有 整建 營區等等 工作 都有在 逐步的推動 而且有了 初步的成果 那麼 未來呢 我們也會堅定地 要落實 我們的有關的 國防 維新的工作 務必期待 能夠 讓我們國軍 未來的工作 成為 我們國家 有志 投入軍裡的 聯繫人的 一個最佳的 工作現象 對於我們 不經營區的 冷建工程 要提出 幾個期待 不管是 師工 兼工的單位 都能夠發揮 應該有的功能 希望 我們的 這項工程 能夠 維持它的 好的工程品質 同時能夠 如今完成功 同歇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